巴西混血儿吴亦华预计今天晚上七点半要抵达桃园机场 而就在刚刚飞机呢抵达香港之后 吴亦华接受了中天新闻独家访问 他表示此刻心情相当兴奋 来听听他最新说法 好 经过长途飞行 可以看到吴亦华略显疲倦 面对中天新闻的访问也只简短说 现在感到非常幸福 阔别了台湾十年 吴亦华在养母跟义兄的陪伴之下 展开了返乡之旅 飞机也在稍早前抵达香港转机 吴亦华今天晚上抵达台湾之后 预定先回高雄且定短暂停留 由叔叔陪同祭拜父亲 10号再返回且定跟家族来团聚 19号离开台湾返回巴西 20号离开